《 道陈珊》 《 道陈珊》 好,陶珊,今天我們重點講 廣播道上 道陈之會 道陈之會 大家整件事很哲學 杜汶澤和陳百祥 他們的討論裡面 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作為教學所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短短的幾十分鐘的討論裡面 有很多涉及思考方法的東西 以及很多涉及到事實和非事實之間的一種論辨 因為版權關係 我就不引出一段影片 我們展開當中的重點 現在大部份參與是年輕人 可能是九七後出生的年輕人 我們1997年七月一會回歸之後 我們沒有歷史是必修科 我們要母語教育 母語教育就是廣東話 我們怎麼融入中國呢? 沒有普通話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深層切矛盾 一路國家就講 香港就講 但其實那個不關這件事 但是會引發到這件事的發生 所以年輕人是不會對我們的國家 或者是國語 諸如此類的東西 會有很深入的 喜歡或者認識 這是我的理解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不懂教育 我又沒有小孩讀書 但我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是似乎受人擺佈 或者是一個想法 受誰擺佈 教育 錯了 所以我說教育錯了 教育錯了 沒有叫他們讀歷史 他不就不明白中國 我說回第一段 其實他當中有一些很基礎的邏輯概念搞錯的 譬如說他覺得這些東西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又會引發到的 其實他是將一種叫關聯關係 假定他的意思就是說 母語教學、中史教學 或者是沒有 就會導致後來他亂了 這個其實是關聯性的 但是他認為這個關聯性 是引發到他後面 就是將因果關係和關聯關係 是混淆了 但是他沒有解釋怎樣的教學問題 這個就是 我經常講的就是 只有結論而沒有推論 而我想回到第一點去講 譬如說講中史 以及母語教學問題 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專門研究的題目 我在大陸的國家社科基金研究 就是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學 那麼他的題目就是這麼說的 由於97之後就沒有中國歷史科 那麼也用了母語教學 那麼他有兩個假設的 第一個假設就是 如果不是用母語教學 是用普通話 或者用其他的語文教學 那麼那些人就會愛國一點 那麼這個是第一 經不起事實的驗證的 因為97前 我們也是用英語教學 或者是用有些中文學校 英文學校 但是97前那個香港人 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是非常之高的 是的 而97後其實一直都是很高的 那麼直到是 很多民調是指12年之後才會有急速下降 是在2007年呢 2008年還是高峰 是的 2008年因為還是北京奧運 在香港舉行這個馬術 運動會還是一個高峰來的 很嚴格來說下跌就是12年前後 是的 12年前後 那麼所以呢 他所說的話是經不起事實的驗證 第二點就是 97年後沒有了中國歷史教育 那麼以前是有的 97年前是必修的嘛 是董建華才將他廢除的嘛 那麼所以他說如果 假設他說的話是成立的 是受洗腦因為沒有中史教育 那麼洗腦的人是什麼人呢? 教育的人是什麼呢? 就是當年負責廢除中國歷史科人 就包括董建華 李國章和羅范照分 而他三個人今天還是居大位的 全國政協副主席 行政會議成員 以及這個香港大學的校監 校委會主席 而且用普通話教學 坦白說就是97年之後 雖然我們就是有母語教學 但是普通話 已經成為了所有中小學的必修科 是的 而更重要的就是有更多的中學 尤其是名校 其實是正在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的 就是普通話教授中文 所以他所說的話 並不符合客觀的現實陳述 事實上就是97年前 所有香港人基本上是 九成以上 都不會說普通話 就算講得非常難的 是的 但是97年後出生的香港小朋友 都大部分能夠聽懂 未必流利的普通話 但是至少是比上一代人 是流利很多 所以他說的話 其實是一種不恰當的陳述 你們不出來犯事 沒有警察會打你 他只是上班而已 沒有暴徒在街上 他站在街上 他只是去買宵夜而已 都被人打 你不要把個別例子拿出來 喂! 不說個別例子 就是全部都不用說 第一個 阿勒提到就是 警察只不過是上班的 就是說是一份職業的 他怎麼會打人呢 就是說在動機上 警察沒理由打 打一些示威者的 第二點就是說 依據什麼五千年等等的事情呢 就是自亂勢用重點 第一點你覺得問題如何呢? 首先上班和打不打人是兩件事 就是假定 他的職業的工作就是做A的 而他不會超出A的事情 那麼大部分社會的 譬如說教師都是教人 事實上不會打學生 老師打學生自古以來都有 是不是? 譬如說醫生就是救人而已 他怎麼會傷害人呢? 但是事實上醫生 也有真的傷害人的 所以他所說的事情 是跟現實世界是脫離的 是 這些我想補充就是 警察是上班的這句話 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描述 就是說對A的世界觀 其實警察是為了一份工 為了一份糧 真的很現實的 但是這個有點以偏概存 因為可能 這個可能的意思 應該合理的 就是很多想做警察的 可能是因為有一份正義感 或者是覺得隨暴安良 我們相信有些是這樣的 對這個社會裏面 希望維持治安的理想 等於消防員 希望救人 撲滅火災 相信有這些理想性 所以如果你覺得 人生是為了錢的 當然你覺得警察就上班了 香港是我們家 你要爭取的事 大部份其實都有的 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香港總之在自由度 或者我們的富庶方面 是世界排頭的 一定明年前茅 我們的自由度 是將它靜態化了 所有的判斷裡面 都可以 利用另一個方式解釋 但是我們當 比較寬鬆地說的就是 習近平上台 開始收緊 並且在香港出現的 我們以前說過就是 由桂民海事件 銅鑼灣書店 接著發展的DQ等等的問題 一直累積到2019年 慢慢慢慢出現到反送中 成為一個 我們叫做觸發點 然後產生這個 你所謂的動亂 或者是一個抗爭的活動 似乎這個因果關係 是普遍比較多人接受的 用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呢 他就必然用到克格爾了 克格爾的解釋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所有的歷史發展都是 歷史地 累積地發展而成的 而不是簡單地將它說 是受洗腦的 受西方的 所以如果用克格爾 馬克思史學的觀點就是 2012年之後 不斷地加深對香港的直接管治 所謂全面管治權 三權合作論 習近平所說的話 以及中聯辦越來越高調去處理香港事務 介入香港事務違反基本法 第22條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人越來越反感 這是一個 就是用馬克思主義 唯物辯證史觀就可以解釋到的事情 是的 這一點我想稍後我們再深入一點說 就是原來一個人的價值信念 由他自己背後的一套看法 慢慢影響之後 原來對這個世界可以很差異 就好像我們提到的就是 伊斯蘭教聖戰的組織 他對911事件的理解 或者是認識 以及我們美國人 一般人的理解 可以相差這麼遠 所以表示就是 這個世界不是那麼簡單 一個客觀事實擺在這裡 事實其實往往是中性 就是一些數量可以看得出來的事件 但是原來對一件事的判斷 是可以相差很遠的 我們看不到警察怎樣暴力化 如果年輕人不是扔汽油彈 不是用性武去攻擊警察 這些是畫面看到的 不是作出來的 因為畫面是直播的 我們看到那些暴力 是由這邊開始先的 由暴徒開始先 你矇了一面 我不知道你是學生 是醫生 是任何行業 你就是暴徒 你一暴力 警察只有一流 雙等暴力來停止暴力 是以暴制暴 我們從小到小 五千年歷史都是 自亂勢用重點 警察就是負責 我們香港的法治 法治是我們香港的基石 沒有警察看著法治 香港根本就淪陷 你沒有這件事 警察是上班的 他無緣無故出來打你 你又不認識他 你又跟他無與無仇 他為什麼要出來打你呢 但是很明顯呢 我們現在這個處境 是一個政治事件 是涉及到中央的政策 對香港的鎮壓的一個方式 他叫那些示威者叫做暴徒 是吧 這個是一個價值判斷來的 他不叫他做抗爭者 或者爭取什麼自由民主 不還這麼說 而是搗亂 這個搗亂呢 我們當是 如果大家肯開放一點 警察這次是成為一個工具 政治工具 是因為呢 香港這次因為反送中 擴大了這麼多 而影響了對中國內地的管治權威 甚至是怕他火起燒場 影響了內地裡面的民主自由等等 這個我們一般都是這麼解釋的 因此而言 就是這次警察是進入一個另一個地方 我們不再討論說 有沒有內地的指揮 不討論那些 那些比較猜想 比較有證據 好了 地點那方面呢 或者我再補充一點 我覺得他也是有一個不當於設 怎麼樣呢? 譬如說做警察 或者做軍人也好 是 譬如說做軍人 有些就是喜歡效忠國家 有些就是希望保衛家園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點呢 就是大部分軍人 或者大部分警察都是能夠適用的 就是他們本身就是對於武力 對於這個所謂勇武 是有一些的情意結 或者是喜好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很抗拒的 你就很難去做這些工作 因為你的工作就是要跟別人對抗的 有對抗性 所以如果當一個職業 譬如說一個軍隊的軍人 譬如說僱傭兵 歷史上最多的 就是當毫無約制 或者憲法憲兵是約制不了的時候 他們都會濫殺無辜 就是因為他釋放了他原本的天性出來 當如果那個法律只是管示威的 而不管警察的 他就必然釋放了那種人類的天性 而那些人類的天性 更多集中在這些紀律部隊身上 是 這一點說得很好 我覺得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 事情是正在發展的 可能最初警察的時候他是受命 就是放出雷彈等等 但是後來變成這麼暴力 這個暴力當然他不接受 但是我們說他是暴力的 因為他的確充滿了仇恨 以及我們以前講過的就是 他好像警察有一種危機一樣 互相保護對方 於是構成了一種動物式的那種 所謂互保之外 並且有一種動物式的那種仇恨 去將對方看成是蟑螂等等 你很少看到以前的警察 叫那些市民或者那些歹徒也好 叫他們做蟑螂或者老鼠的 很明顯這裡裡面 已經發展了某些心理的過程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很厲害的說話 警察只是上班這句說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價值信念的錯誤 第二點裡面就是說 自亂世用重建 這句說話其實是 對我們現代社會來說 已經有很多心理學證明了 是不合適或者不合理的 就是很多重刑有死刑的州 你發覺裡面的事情並不好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美國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州份 有不同的法律 有些州就有死刑 有些州就沒有死刑 而事實上有死刑的州份 那個犯罪率並不會低於沒有死刑的州份 所以已經客觀驗證過死刑 並不具有減低罪惡率 反而有死刑還會嚴重一點的罪案 因為他反正也做了 也會死了 所以他殺了兩個也是殺 殺了十個也是殺 結果可能會殺得比較凶狠 我也聽過一些內地親戚說的 他可能是為了五千元就殺了一個人 但是如果是一個比較沒有死刑的社會裡面 他可能只是判幾個月監 他可能就不會殺了一個人 這是一個成本問題 是成本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反正做了 你也是很高成本的 不如做一件大件事 或者用一些比較哲人的想法 例如明末清初的王璇珊 他有一句說話 我很欣賞 王夫之 王夫之 就是文者治愚、文者治神 文者治愚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看回香港的現狀 也知道就是 無論黃絲或者藍絲 其實很多非理性的衝動 很多非理性的信念 覺得一定是這樣 這個表示 人其實很多受情緒影響 但是另一方面 文者治神 這個說話很可圈可捷 就是說當一個管治者 用一種高壓 用一種DQ 或者是不合理的 或者最重要是犯了公平原則 好像為什麼很多人會在警察方面不滿呢? 有些人說他是暴力等等 但是最簡單的原則就是 你發覺政府或者是一般處理警察的事項 以及處理抗爭者的方面 是完全是不合比例的 嗯 就是這個如果大家不接受這個 不合比例的想法呢 我們要另當再討論 那我們試試討論到這裡先 下一次我們再討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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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